人人都说咱们佟林来了一个 晒到惨绝人寰的美男子 自从见到你以后 我茶不思饭不想 睡也睡不着 一直思念着你 所以啊 我就趁这个夜色 胡说八道 难道你对自己的美貌 这么没有自信吗 我是信不过你说的话 嗯 师爷 请你自重啊 现在 你总能相信了吧 你以后能不能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 你知道了 打扰了吗 等一下 我 我不是段行啊 你吃吃吃吃吃吃 我化成这样是因为我太漂亮了 大碗上的人家小女子 也不是那么安全 是不是还挺可爱的 那偷卷宗你怎么解释啊 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个桑洁在桑林胡作飞味 我虽然是普通百姓 但我也义愤填膺啊 我知道你也是为这个事来的对吧 小的我愿意与你一起 换卫正义 谭不蓝啊 当然啦 我可是热血人士 我知道你不会真的让我当事业 所以啊我就 来看看卷宗有什么线索 能让你发现我的不一样 那你都会些什么 我会得可多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情急事话样样精通 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 那麻烦你在外面帮我把门关上 你不让我做实验了 如果你想提前卸任的话 随时来告诉我 大人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餐 我一个人带着清晨来到同龄 我们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 买到配咸菜 那 你是因为家里没落了 所以才被迫来到同龄 如果我说 我是有家回不得你信吗 我不信啊 那我没什么好处的 那我没什么好处的 明天你还要处理公务 早点回去睡吧 对了 对了 把脸洗了再出去 别吓着别人 在你房间行吗 你还是就这样回家吧 我不想看 wrench 怎么说 我太差了 你快好 很快 你啊 什么 你看那儿 这次来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啊 大人 老夫人叮嘱过 大人这次是来同龄当差的 好些日子不能回京 特意派我们前来 好生伺候大人 书和那些日用品留下 剩下的都收走了 我用不了那么多东西 多余的都没带 只是老夫人交代了 这口老台啊一定要带着 用来给大人煲汤喝 那你们两个知道 我这次来的身份是什么吗 当然啦 大人可是同龄县的父母官 唐 飞龙 唐 唐飞龙大人 西湖落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来了 唐堂师爷大喊大叫成何体统 想管雪梨 今天就把这东西给我拆了 她就是那个女事业吗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费好大劲才装起来的 大人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果然是个香烟女子啊 你才是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到底下不下了 我不 歇壶楼 好 来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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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松开 松 松开 我马上把这球线扛了 留着吧 都欺负我 来 莲莲姐 看到那个姑娘没有 她就是之前用黄金 买下半间垫画板子的人 可有钱了 真的 真的 小庄 你先去忙吧 好嘞 这位姑娘 你可是生得沉溢落雁 碧月修花呀 我们今天新书开寿 要不要看一看 听说这次妙先生 一改往日风格 写起了悬疑故事 是啊 最近谈情说爱都不吃香了 大家都喜欢看刺激点的 那为何不将这两者结合 随波逐流 只能以一时的关注 以妙先生的猜情 开拼自己的风格 岂不是更好 有道理啊 妙妙生血言情最是拿手 如果能结合尽断案集理 一定让人耳目一心 你说得太对了 我马上告诉妙先生 情沙怎么样 妙邻少女私惠情郎 却横死山间 听起来颇为有趣 我觉得是不知羞啊 谁啊 惠儿姑娘 你可让我好找啊 孙公子有何事 我这见了天往你府上送情帖 你却总是借病推妥 那我就只好亲自来寻你了 看见没 这就是狼有情切无意 落花流水一场空啊 姐 你不会又要写尽画本子了吧 这种小打小闹看看就得了 不过 我刚才随口一提 她竟然觉得有趣 看来这条路可行 年轻画本子你倒擅长写 可你不擅长写杀人啊 我好 了 好 好